最近这个出假货实在引起很大的争议 这是个是在总部设在浙江省京华市的一个青年汽车集团公司 它现在推出了一个号称全新能源的这个车辆 而且是中国大陆国产自治发明的 叫做不加水不充电 不加油不充电只加水 水氢能源水氢新能源的这个发动机引擎 所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水氢发动车 那观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 它不用油又不用充电 它只要水加自来水它就可以让车子跑 而且续航力可以跑到1000公里 就太伟大了 这个发明很多人讲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 而且这个是全球独有的专利 中东各国安全世界有生产油挤的油田 大家可以关闭了 大家也要用海水用自来水就可以发动车子就可以跑了 那这一家青年集团的这个汽车能源 这样汽车公司 它目标还说要生产30万台 预计到明年2020年可以投产 那有15条生产线 那这样的一个公司呢 后来大家就查出来 其实2017年的时候 它在浙江就有开过新闻记者的这个发布会 然后当时提出来这个构想的时候 还号称他们已经有这个80亿元的人民币要投资 其中当地的市政府呢 出资一半40亿元人民币 结果大家就吓一跳 水清能源是什么概念 我会很简单跟大家讲说 他们当时的想法 就像美人姐你旁边那个触控 有一个货车对不对 对 它的车头的后面是不是有很大的白色的箱子 有 它的箱子是里面装的是水箱 那水箱上面连接就是它的车顶 它有两根水管 水管接到水箱里面 那在外接一个水管到水龙头上 你把一般家用的水龙头打开 水是不是源源不绝注上去 注到水箱里面呢 它会连接里面有一个这个 它的一个水 这个清了一个发动机 它把那个清的那个发动 清的能源发动机呢 它里面中间有透明的软管 水的水珠会冲下去 它透过气体把那个水珠冲下去之后呢 加到氢能源的发动机 它就会发动车子 产生动能 对 就产生动能就能跑 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很奇怪 它那个产生动能的那个氢能源发动 是一个氢电池啊 你还是要用到一些电啊 还是要用到一些跟氢能源有关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成熟 而且后来被发现说 它之前就像刚刚 可是它已经摸到80亿了 而且市政府 当地浙江那边市政府出一半哦 后来就像刚刚那个 学恒汉这个四通哥讲的啊 他们在线这个大陆 沿海浙江江苏那一带 早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欠债大户 欠了一屁股债 所以被违规私信 这个公告到这个社会大众 私信30次的记录以上 结果没想到 当地市政府还去跟它合作 出了40亿元的民币 你想想看 快200亿台币耶 然后出这种车 所以这个事情从被人家今年 这不久前 5月23号24号 才又被人家拿出来讲 上礼拜的事情 这个去年 甚至在这个前年 2017年 两年前这个 人家浙江的新闻都有出来 就开始在质疑他 所以后来 他的相关的新闻 最近在这个大陆的网路上 你看又被下架 然后又说这个能源 是这样的理念概念 有人朝这个方向在研究 但是根本不成熟 没想到这个集团的董事长 庞青年先生 这个青年集团 却把他拿出来一个概念 还可以在市场上开始去募资 还宣称明年就要开始生产了 也让很多大陆的人 自己都笑他说 那既然这么强 我们就不用再生产石油 是